千万别的别带节奏了 原神4.8版本的决策抽取建议 他来了 前有福福刚复刻完毕 后有5.0的新UP来袭 4.8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下池去抽 一条视频给你答案 已经下完池的兄弟 咱也别慌 建议你看完本期视频 或许对你后续版本的抽卡安排 有一定的帮助 视频的开始前呢 依旧还是得先叠个假 我们不考虑XP 也不考虑专舞 只看强度和配对 当然了 每个人对于强度的看法也不同 如果我的看法和你有出入也很正常 不惜无喷 强度不绝对 希望能给犹豫不绝的你一点帮助 接下来就让我们直喷主题 首先是夜兰 大世界的跑足体验肯定没得说 时至今日 除了满命闲云 无人能及 但准备抽夜兰的只有两类玩家 一种是上个版本没落到福福 想抽夜兰来平地 另一种是守卧夜兰想补满命 夜兰作为增伤负塞 她的增伤能力 现在确实被福福给压了一头 有二命福 咱直接跳 其次满命夜兰确实还能塞 抽个满命还能说好一段时间 可对群可对单 破局室的爆发也很可观 但是相比满命福 除了操作无脑简单出场快以外 多少还是福福的泛用性更强 配队上也省了个奶味 夜兰在当下绝对能抽 满命也能补 但优先级 略微逊于福福 不过你要都拿零命来比较 零命夜兰一定大于零命福 起码用起来舒服 不用考虑那么多 尼路虽然有新皮肤加持 但别忘了 他可是绑死了水草绽放队的重门生女 用种子诠释什么叫做暴力输出 无需走位 狂轰乱炸 对群几乎无敌 对单也丝毫不逊色 输出方式也极其无闹 受残荡的福音 玩起来毫无压力 尼路加草神的带个四星瑶瑶 就足以应对大部分的深渊环境 几乎只有冰盾 才是尼绽放的唯一可行 当然了 除了塞进绽放队中使用 尼路也可以在部分队伍中 充当挂水工具人来使用 至于你非要用尼路当主C来折磨自己 也不是不能玩 但真的不好玩 专无板砖虽然丑 但含金量却非常高 如果你手里有草神 甚至在二名以上 抽一只尼路 绝对能成为你深渊满下的捷径 没草神甚丑 意义不大 不玩草体系 直接跳 纳维亚曾一度被称为 炎系之光 不过他自身的输出能力 确实可圈可点 随便练练就能打出 非常好看的大数字 灵命技术完全低 养成成本比较低 纳维亚的顺发伤害 甚至媲美雷神 但持续输出能力略微疲软 打完一套就得下场等Cd 输出之前 那还得吸满结晶 才能打出超高伤害 配对也几乎绑死了中离 纳维亚的存在 更像是一把双刃剑 放在档下 这个三体人层出不穷 即将不如纳塔的崭新时代 我的建议是能跳就跳 别忘了5.0 还有全新的延系罗力进持 艾美丽艾 大部分的玩家 可能对这位全新的燃烧怪 抱有期待 以为他是备战纳塔的利器 可现在来看 他的存在更像是 补足了老体系 完善了种门的 最后一块病毒 他自身除了主打燃烧以外 也是一位后台副贼 还能范围挂草 后台群伤 如果倍率可观 想必又是一代真神 这时候有人要说了 就算他被队再高 他不也绑死燃烧队吗 话虽这么说 但绑燃烧 他又没像尼路一样索配队 说白了就是 队里有个火角色就OK了 这个限制 真算不上他限制 再来只要扯到燃烧 伤害必然和精通挂狗 而二名的纳西达 也是唯一能使燃烧伤害 暴击的神奇命作 你再随便触发个激化反应 还能降低30%防御力 必然能让艾美利艾的伤害 更上一层楼 所以想玩他 有二名草神 可能效果更佳 自然艾美利艾 也能为燃烧队 天砖加瓦 开辟新田地 单干机智啊 艾美利艾肯定是完美适配 各式燃烧玩法 没有任何问题 但现在决定抽与不抽的 就看他的数值 给的到不到位 一旦后台输出 能碾压千只 服服神子 一众后台副C 达到幻神级别 恐怕大家就要 酌情考虑一下了 如果一个后台副C 随手丢下技能 伤害比前台主C还要高 你说抽不抽就完了 所以在428下半没来 他为时装之前 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变数 再有一个因素 大家要考虑 假设说他的数值 给的真的很到位 而纳塔又是火之果 火神万一是一位 能吊打班尼特的 后台火富贼 我想火神加艾美利艾 一定是未来纳塔的 配对共识 直接锁死两个位 到时候 你没有艾美利艾 就只能等复刻 看着别人哀了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手握原始 观望一下他 时装后的真实强度 总结一下 纳维亚 大部分玩家可以直接跳 没服务抽之夜兰 肯定不亏 手握草神 可以拿捏一只尼鹿 抽取优先集给到大家 叶兰大于尼鹿 大于纳维亚 而艾美利艾 还有待观望 无法下结论 感兴趣的兄弟 就攒好原始 耐得住寂寞 稍微再等一等 最后呢 祝大家都能在4.8 实验拿下自己新的up 小宝底 绝对不外 拜拜